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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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今天终于有时间拍这个影片 看到这个标题 你们就知道今天的影片要讲什么东西啦 对 没有错 这影片就是要来讲解 我到底要不要绑牙 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做那个牙齿检查 是因为我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 他是这么写 其实绑牙不只是因为美观 也是因为健康的问题 我就觉得 诶 到底你这个东西有关咩 然后我就去搜索Google更多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讲 牙齿太多 牙齿太乱 也可能很容易注牙啊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很多很多 你们如果想要剪 你们去看一下啦 然后也有很多人好奇 我到底怎么刷牙 因为看我牙齿很乱 然后我就刷给你们看 刷刷刷刷刷刷 没有错 就是这样 像我一样刷牙 然后我一开始就会先清一个表面 然后内侧很重要 不要忘记刷内侧 很多巨牙都是因为没有刷内侧产生的 很多人都会忽略刷内侧 所以你们也要记得 对 你们最想看到的 这种头戏 怎样刷虎牙 那个是我妈妈教我的 很奇怪是不是 你看 我的影片多胖 还有教学 怎么如何刷牙 完成啦 没错 我就是这样子刷牙的 然后我对于牙齿的整洁 其实概念没有很强 我只知道 人一定要刷牙 真的我只知道这样 可是我没有想到 其实原来牙线啊 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牙齿这么乱的 其实牙线要这样子一直去清 所以才不会那么容易住牙 其实我这个人 真的什么都不怕 但我很怕 痛很怕 病很怕 不健康 听到这个了过后 我就觉得 因为真的一直在脑海里面 一直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去找医生检查一下我的牙齿 到底需不需要去做这个绑牙的疗传 现在想起来 其实当天 我觉得我很大胆 因为医生在整个讲解了过后 还一直问我 你有什么话要讲吗 难道我的表情很严重 要表达我要什么吗 首先我去检查的时候 他会一直跟我讲 你 你这个牙齿很乱 你绑牙了过后 一定很美 我想 唉 我要不要跟他讲 其实我没有在乎这个东西 然后就讲 你绑牙了过后 脸会很小 我就想 唉 因为我真的 他可能觉得我对于这个 没有太大的 心情起伏吧 可能也看得出我表情 其实是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过后 他一直问我 有没有很想讲 然后我就 真的很想讲 我就跟他讲 其实我绑牙不是为了美观 也不是为了更好看 因为我其实还满满 因为我现在的牙齿也 我觉得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也不想绑牙 因为那间牙医蛮多人介绍 然后我就蛮信任一下 我在想起来 我真的很大胆讲这个句话 我就讲 我很怕遇到一些医生 只是为了要赚钱 管你牙齿 健不健康 还是需不需要就是 叫你一定要绑牙 我就真的讲了这句话 我现在想回来 我觉得 好像不应该这样子讲 他还是很有耐心的 帮我检查牙齿 跟我讲述我整个牙齿的状况 其实其实在整个疗程了过后 医生就有跟我讲 第一点 如果你对于美不美观 或者漂不漂亮 对你来讲 其实还好 第二点 为什么你一定要绑牙 就是因为我这边牙齿 因为小时候 我蛀牙蛀太痛了 然后我就去政府牙医 叫他把牙齿拔掉 当时候 那个牙医跟我讲 你确定你要拔牙吗 因为你拔牙了过后 吃食物会一直卡住 我很记得他那时候 跟我讲过这一点 他没有跟我讲 我今天拔了牙 过后 我的大牙会一直摇动 然后会住更多 他没有跟我讲过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痛到不理智了 然后我就讲 我不管 就是把它拔掉 然后就这样子 把那个牙拔掉 他就跟我讲 因为我大牙缺了一颗牙 然后智慧牙长出来了的时候 他已经向前推 可是他推已经倾斜到了 所以他会一直摇动 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 那边会一直残留食物那些 就这样 虽然你不绑牙 这颗牙迟早会住 然后你必须拔牙 两颗都拔 然后再持牙进去 所以你只是找何持的问题 他就讲 所以他是想要我的疗程是 把这颗牙齿撑开 就是把我被拔掉的那个风 然后再持牙进去 我就觉得 我好像真的得绑牙 这里就奉劝大家 不要慢慢拔牙 然后第三 他就讲 我的咬合问题 因为我的牙齿 看得到啊 前后 我会一直用前面咬合 前面咬合是咬比较软的东西 我也有发现 我好像都在用前面咬 那他就讲 我下面的 被我磨 磨到平了 像你看你的下排牙齿 是会有一个 很像 凹凸不平的山峰 那样子的感觉 那边已经快要被我磨平 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子的话 他这边 就会开始蛀牙 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怕 我想到我前面蛀牙 我就觉得 OMG我接受不了 然后第二点 为什么我会想要 去做检查牙齿 如果 有知道我的人 一定有知道 我PO过一篇文章 我是写 今天 如果我妈妈没有叫我绑牙 我是不会绑牙的 然后再过新年那段时间 我回家嘛 就是看我们新年赫西的唱片 当时我跟中小玉 站在一起 我们也知道小玉的牙齿很齐 我阿祖就讲 欸阿妹 你真的不要绑牙阿妹 哎呦 我漂亮啦 就讲很不好看 叫我去绑牙 喔我心很痛 竟然我家人 还会叫我去绑牙 因为二十多年来 他们没有一次 有叫我绑牙过 我在想是不是随便乱提 所以我就不理他 结果各一天 只有我跟我妈咪 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就讲 妹阿 你真的不要去绑牙咩 我心又再痛一次 啊 其实我也是 真的还蛮喜欢我的牙齿的啦 然后我在问医生的时候 医生阿 那个虎牙会不会被抹掉啊 他就讲 这个是要看后期啦 水部一定会抹 因为我的虎牙痕肩 如果它已经整齐排好 它会顶撞下排的牙齿 才有可能会被抹 想到这个我就觉得 有点难过 真的不讲这些啦 不讲牙齿被磨平 这种东西 本来看齐牙的影片 是不是很可怕 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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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一下 那种感觉 我看的时候我这样子 医生就讲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给你看啊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害怕 对非常害怕 然后我觉得 绑牙这件事情 应该是 会确定要去做 因为医生有讲 今天你不要绑牙 日后也会无可奈何的去绑牙 我只是找何时的问题而已 唉 好难过哦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我的狐牙 好 我们就不讲那些不喜欢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爱我的狐牙 虽然它现在有越来越爆的倾向 牙齿会长大嘛 它就会推浅 我的四颗智慧牙已经全部长完了 以前我笑的时候 我微笑 我的狐牙是不会露出来的 现在我微笑 它就出来了 会不会有一天哦 它收不进去啊 你知道吗 我就会想太多 我会好好的拍很多很多很多 有虎牙的照片 我会好好的想念 其实我是一个很怕很怕痛的人 对于绑牙这件事情 我想过一次 就从来没有想过第二次了 然后其实我很害怕看牙医 因为在那一次 我小时候拔的那颗牙齿 那个牙医 她第一次跟我打麻醉的时候 她就开始帮我拔牙 她没有问过我 有没有感觉还怎么样 挨着霸挨着霸挨着强行霸 我以为 哦 霸牙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痛到哭 她就问我 很痛啊 我想对没有错很痛 结果 她才帮我打多第二次麻醉针 所以想一下我在打第二次麻醉针之前 我在想我都不敢想 就我从小到大我就很怕很怕很怕看牙医 所以也是这点 我就想 哇日后如果要一直跑牙医的话 真的会很痛苦 我想如果能够快点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就赶快解决了 看来 这时候 要跟我的虎牙说再见啦 唉 我会想念你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多人会很喜欢我的眼影 是因为我坚持我牙齿很软 不是不是不是也不能这样讲 是因为我不在乎我牙齿很乱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牙齿 我就是想要藉由这个video来跟大家讲 我没有被其他人影响 我也不在乎 我的牙齿乱会失去了多少个工作 我一直一直有一个观念是 牙齿很完美的人可以在墓前做很多东西 我想要做那一个牙齿很乱的人 也可以在墓前做很多东西 好像今天就是没有办法的去完成我想要的那个 变景 这样啊 我们要好好保护你们的牙齿哟 我觉得整个影片的重点应该就是 如果你牙齿乱 你可以去用牙线 清干净啊 没有问题 第二点很重要 不要拔拔牙 不然你就走上户归路了 然后在这个影片过后 我会开始接受治疗 大哥我的虎牙说再见 还好啦 讲讲讲我也想哭啊 怎么办 好啦 就这样子啦 我交代了这件事情 影片就到这里 讲拜拜 虎牙拜拜 嗯 嗯